范冰冰去向成迷。张子怡手撕范冰冰网时曝光。 中国女星范冰冰一摄偷睡漏睡深陷舆论漩涡,下落不明已有两个月之久,有关她的各种消息也逐渐浮出水面。 近日有网友爆料,范冰冰曾被张子怡手撕。 综合媒体8月19日报道,2009年时,范冰冰和张子怡合作,随后在拍摄《非常幸运》传出二人不合,还曾经在上节目时互相暗讽,唇枪舌战。 张子怡曾暗讽范冰冰没有演技,只是一个花瓶,凭借出卖自己才换来的今天的范冰的地位。 范冰冰则说,大家都是靠着演技和努力才有的今天,可不像是某些人喜欢在背后捣鬼。 范冰冰的近况如何,相信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。有消息称,范冰冰被关押在北京的秘密地点,范冰冰姨妈表示雾雪上加霜,疑似证实范冰冰真的落难了。 台湾联合报曾报道,有知情人士称,范冰冰目前一直被关押在北京秘密地点,睡觉有人看管,还不准关灯,自由环境极为苛刻。 另外,报道称,范冰冰母亲张传美已被迫回国协助调查。 北京方面正在审理范冰冰一案,她从头到尾未被释放,其母亲张传美已被问话,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抓她,而是派警察上门谈话,还要求态度要好。 至今,范冰冰及其工作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 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